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那么请问冷先生 你现在把我叫过来 是吃散伙饭的吗 我觉得 你没有必要这么排斥我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真相 那么为什么还要 我们有同样的家庭环境 难道你还不懂吗 不然你为什么要在这边 这么辛苦的创业 想证明给谁看 不过庆幸的是 我们两个的条件都还不错 如果真的要试一试的话 应该也不会太难受啊 Maggie 你都没有想过要反抗一下吗 这个世界 不是你想要怎么样 还就能够怎么样 但是我有女朋友 并且马上就要来了 就刚好 我也有男朋友了 我也要去找我的男朋友们 祝我们两个合作愉快 就算你们要投资 也是你们恒天跟国生地产的投资 跟我本人毫无关系 我也不会跟你合作 手都酸了 你也太不接他们了吧 下次见面 别再对我这态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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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 孟浩天 恒天集团执行董事 美琪 恒天集团的 你俩是在谈合作吗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我爸在跟他们家谈投资 条件是 他必须跟我结婚 我是不可能跟你结婚的 这个事情留给你们去讨论 还有事先走了 下次见 什么情况 她是我爸生一伙伴的女儿 那天我爸给我打电话 叫我过于吃饭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件事 我们家不是资金券锻炼吗 所以想通过联姻 来拯救销 看来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还好那天我没跟你一起去吃饭 否则小丑就是我自己了 你别胡思乱想嘛 我哪有胡思乱想 我记得最开始你就说过吧 你可能会有家族联姻的情况 我当时说过我表示理解 我现在依然表示理解 那么请问冷先生 你现在把我叫过来 是吃散伙饭的吗 孟浩天 我再郑州说一遍 我是不会跟他结婚的 请你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你保证这事管用吗 管用 当然管用 那你爸如果非要你们 没有如果 我是我 我爸是我爸 他管不着我 你确定啊 我确定 好吧 看在你这么坚决的态度 暂且相信你 点菜吧 你又来吃什么饭 没胃口啊 我觉得你欠我一句 郑重的道歉呀 连散伙饭这样的话 都能说出口 还哪有心情吃饭 不要得寸进尺 服务员 等菜啦 来了